这些包包呢 是我从今年买的包包里面 千挑万选出来的 因为我本身比较宅 不是那么的爱出门 所以这些包包 虽然是我精选出来 真的是每一次出去 不同的场合 基本上都要背这 里面的某一个包包的 如果说到我日常背的 最多的一款包 那一定是这款 by far的米白色的 这个鳄鱼皮的腋下包 这个出镜率 真的是太太太太高了 为什么我平时背它的 次数最多呢 有那么几点 非常非常现实的原因 第一个就是 因为它便宜 比较耐磨 就算是磨坏了 我也不心疼的那种 也就千百块钱 因为我穿前色会比较好看 所以我前色因为会比较多 所以用上这个包包的场合 真的很多 比较小巧 比较轻便 因为它没有那么的小 所以它该装都能装得下 我平时出门 差不多一个手机 一只口红也就够了 而且万一 我们出去玩啊 干嘛 这个包包不小心丢了 我是真的是 不会心疼的那种 而且这个包 我背的差不多有一年了吧 但是呢 它一点点磨损都没有 它是这种 仿鳄于皮纹的一个面料 不算是那种漆皮 所以很耐刮的 边边角角这么个大半年了 也是一点磨损的痕迹都没有 所以这个包 我非常的满意 如果夏天要出门 我就随便穿个大T恤 拿个这个包 就OK了 而且这个包包呢 也算是我今天分享这些包包里面 最划算的一款包了 如果是刚入职场的小白啊什么 就可以去买这款包包 虽然它有点火吧 但是确实是挺好背的 上一个呢 是我日常出门背的最多的一款包 那下面这只包包 就是我平时参加活动 背的最多的一个包包了 迪奥的白色盖飞包 这个包其实当时在买的时候 随便直男朋友都说很难看 都觉得不好看 就很老气什么的 但是我们这种工作的职场女性吧 怎么着也得有一个这样子的包包吧 而且呢这个包是真的挺爱看的 这个包包呢 它是一款小羊皮的包 整个包身子都是白银配色 然后是他们家经典的灵格 就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包型 就是这个戴飞包 因为我平时出席一些活动 一般品牌放的要求 都是你要穿浅色白色的衣服 然后这个包包呢 它又是一款比较上得了台面 然后拎起来 比较宴会的一款包包吧 而且又很能体气质 所以我一般出席活动 都会拎这个包包 这个包你们看颜色又听到是小羊皮 就应该知道这个包是有多不耐脏了 而且当时我买的时候 贵姐说可以配个丝带 铲在这个上面 我又觉得不太好看 还是纯白色比较好看 虽然我只在初期活动的时候 但它包柄里面 已经磨出了一点点痕迹 然后外面这个包柄也有一点点破损 这个包算是我这么多包里面 最需要把它好好护理的一款包 其实除了手力呢 还有一种背法呢 是斜跨 它也有配一个这样子的链条 可以斜跨背 这个包包外面呢 还挂了他们比较的这种标志 一些小的这种小挂件 搭在上面呢 也可以让这整个包身不那么单调 这个包包就很适合我前几天分享的那个毛衣 白富美毛衣 它就是那款白富美包包 配上这个白富美毛衣 哇那一整套 白富美本美 你干啥 你这个啥型的呢 因为你看这个扣 你刚才扣的时候 你看他都会伤害到这个环 我好心疼啊 你看他半天还扣不出来 下面这个包呢 我本来想说晚一点再讲 但是小羊对这个包的呼声非常的高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包包是他送我的 是他在今年七夕节的时候 给我买的七夕礼物 然后这个包包的话呢 是YSL 应该是他们七夕节的一个限定包包 应该是 而如果我们有记错的话 白金配色的 然后它这个白 它不是那种特别浅 特别浅的那种白色 有点突兀 它是有一点米黄色的那种白 上面呢 就点缀了一些小猩猩 然后 很好看 然后这件就是他们家的一个logo 然后这个包型 就是他们家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个包型 他很喜欢给我买YSL 因为他觉得他们家包很好看 但是我觉得反反风看 都是感觉有点差不多 不过确实啊 年轻是挺年轻的 他们家包啊 也是时尚 也是很时尚的 我之前一直有说嘛 YSL这个品牌呢 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态度 有个性的一个品牌 我最近呢 买到他们家的高跟鞋啊 也非常的喜欢 然后这个包的话呢 它是鞋跨或者腋下背都OK 它这个袋子呢 你不需要往上去扣不需要调整 它这样直接一拉就可以了 再一拉呢 它又变成了腋下包 这个包我觉得它实用性也是蛮高的 毕竟它这个包啊 也不是算特别的小 我这个手机是11 Pro Max 手机差不多这么大 然后它这个包包 差不多有三个吧 有三个这个手机这么大 夹扣是磁扣 开盒的话没有那么麻烦 它里面呢 也是有夹层的 就是可以装一些卡片啊 或者是现金 这个包小杨一直在那边夸 好好看 好好看 有懂好看 是我所有的包包里 最好看的吗 你认为 是的 我给你买这个 所有包里最好看 那你之前买的别的包呢 跟它比 也好看 都是它最好看是吧 也是它最好看 喜欢 十两眼中最好看的包包 其实它这个包 我有时候不背出门 是觉得它这上面的星星盒 也太花少 我不太愿意背 想到我不够有的沉稳 因为今年我是走这个气质路线 但是我每一次出门说 我背这个包怎么样 背那个包是怎么样 小杨说他背我送你那个包 然后我就迫吃 我不得不把他背什么 方便 是我自愿的 然后有时候觉得有一些 简单眼的衣服 搭它还是挺OK的 整个剪裁 如果也特别简单的话 那就需要一个 稍微有亮点的一个配饰 就是一个白色的包 其实我今天分享的 除了一款是黑色包 其他全是白色包 方面是我家里有猫猫 那个猫毛啊 只要粘到深色的衣服 就贼明显 所以我比较喜欢穿浅色了 而且我穿浅色 也不太好看一些 所以我的包 也基本上都是浅色 这个标题 我倒是可能会改成 年度爱用浅色包包大盘点吧 可能会改成这个 这个包呢 其实跟前面的那个 带背包其实有一些项目的 但是它比它便宜了 带背包价格应该是 它的三倍吧 三倍的样子 这个包包的话呢 它是一个白色配金色的 一个配色 尺寸呢是S号 还有一个 它更小一号的是XS 这个包呢 它叫做沙漏包 其实因为它整个 有点像那种沙漏的形状 然后造型的话 是比较不一样的 带背包的话呢 就是中规中矩的 但是它的话呢 就是非常年轻 有个性 这款白色它不是亮面的 它是荔枝纹牛皮的 是比较耐脏 而且耐磨的 因为一般那种亮面 你不小心刮到 就很明显很明显 我们看到它两边 也是有这样子的扣的 它是也是可以 斜胯的这款包包 里面配了一个 这样子斜胯的袋子 包包的话呢 我平常是喜欢 穿比较休闲的大卫衣 或者是休闲的 西装的时候会背 这个包呢 是我前两天 跟小阳逛街的时候 新买的 这个是Kucci的Jackie1961 它的整个包包 是一个非常复古 非常复古的包 因为这个包 它是一个复刻的包包 如果你们能在中古店 去买到以前的那个包包的话 它其实能打好几折 这个包的话呢 它因为是复刻的 所以会稍微贵一些 这个包我前两天 在录某某书的 开箱视频的时候 有介绍过 所以我下面呢 就放我这个 某某书上的开箱视频 介绍它的片段 这里我就不细讲了 看视频吧 这个呢 是我买的一个 Kucci的包包 它们这个袋子 还买的复古蛮好看 特别复古的款式 真的很好看 它们这个系列呢 还有老花款 然后粉色 白色 还有什么颜色 蓝色吧好像 然后我选择的 就是最保守的一款颜色 它们家这个包包呢 一共有两个型号 一个是这样子 稍微大一些的 还有一个是稍微小一些 小一点的那款式 差不多这么大一点吧 太小的 我是觉得我拎起来 虽然符合我的身高吧 但是我觉得没有这种 稍微大一些的好看 而且这个大 它也不是特别的大 我这样子迷信了 你们可能觉得稍微有些大 其实它尺寸是刚刚好的 这个包包 大家如果看到地里 一定要马上拿下 因为我当时是正好 遇到他们店长去巡店 所以他们就把 有的货全都拿出来摆上了 这个本来他们是 就是没有货的状态 就是一上就马上卖空的那种 听他这么一说 马上一类马充鞋 我说好 这个包拿来我试试 女人就是听不得 别人说这个东西要抢 越要抢的东西 我越要 这个包包还没有开售的时候 我就看到很多明星在推荐 它就是一个 非常非常简约复古的款式 就是很百搭 你们想想 几十年前的款式到现在 还能把它的利益出来 它掀起一股不古的浪潮 就说明这个包真的是不会过时的 有一些包包它开盒比较麻烦 我就很不喜欢 套个东西跟要干嘛似的 还要解密吗 但它这个包包的话 它是直接按下这里 就弹开 直接打开就ok了 要把它扣上 也就是直接这样一按就扣上了 非常的方便 它里面配的袋子是这样子的 整个的包包都是一个黑金的配色 只要把这个袋子打开 然后把这个袋子扣在这个上面 然后把它连接成一个长的 就可以斜跨了 它还有一点也挺不错的 就是它这边有个调节扣 你们可以调节它这个肩带的长短 这几天我应该会背着它出门 剪辑的时候 我就要放上我的穿搭图 然后再给你们看一下它的细节 它里面的话是有一个这样子拉链的 可以放一些零钱或者是卡之类的 这边也有一个小侧兜 里面也可以装一些东西 比如说隔开了三个空间 实用性是比较强的 给你们看一下它的这个容量 首先你把这种胶囊雨伞小雨伞 它是可以放得下的 你还能放下一包纸巾 一包湿巾 一个粉饼 一个AirPods 一个小气垫 一支口红 装下这些真的完完全全没有问题 而且因为它整个的版型是比较硬挺的 所以你这样子把这些东西都装进去了之后 这个型它也不会受影响 背这个包包呢 你就真的很适合穿一些小女人 或者比较复古的衣服 搭配一些这种金色的饰品 跟它更搭了 怎么说呢 这个包我买不来还是挺满意的 最后这个包呢 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 这个包其实我之前吐槽过它 这个是我在日本的中古店买的 当时我就觉得它很好看 这么大的一个包 我肯定回去能装很多很多东西 但是买回来我就发现它有个问题 就是这里很明显 就是它很容易窝到 我里面会放一些泡沫纸 或者是纸把它撑起来 但是还是变成了这个样子 而且呢我还吐槽了一点 就是它的自重其实挺重的 我当时立下来也没戏感受 我不想让日本的店员 瞧不起我们中国人对吧 我说可以 这包那就拿下吧 我就随便拎了拎 我就把它给买了 这个包的话呢 其实当时买价也算是挺划算的 八九千块吧 如果是去香奈尔的店去买 一个刹那包的话 就不止这个价格了嘛 这个包的话呢 也是立志文的皮面 也是比较耐磨的 下面有几个 这样可以把包立住的这几个 叫什么 我也不知道 消铁片 可以把它放在桌子上 或者直接放在地上 也不用担心 它的包底会磨到 我为什么现在又要 把这个包拎出来讲呢 是因为我发现 最近啊 我出去拍广告 拎的都是这个包 虽然它自重很重 但是我拎别的包 又觉得 嗯 放在地上那个 就是布的嘛 会把我里面 已经叠好的衣服 或者是放好的化妆品什么的 就是会摊在一块 就很难整理 但是这个包的话 它是比较硬体的 我直接把它放在包上 里面的东西 放进去是什么样 它拿出来还是什么样 还有个原因 一般都是小杨领包 所以没关系 一般里面的这个夹层的包包 我会往里面放一些化妆品 这外面比较大的部分呢 我就放一些需要换的衣服 而且呢 它还有一些小侧兜 我可以放我的手机啊 也可以放一些卡啊什么的 所以这个原本被我吐槽的包包 居然变成了我的年度爱用包 这个真的是属实没想到 而且这个包包 整个的一个配色 米白色配这个黑色 我是觉得永远都不会过失 因为手柄这里是黑色的 就算我天天这样另来另去 把它弄脏 也不会那么明显 因为它自重实在是太重了 所以我最近是打算买一个别的拖特包了 大家如果看到有好看的拖特包 可以私信给我 我去看一看 就是一定要那种轻的哦 不要让我里面装了一堆东西 还拎不动了 好了 今天的年度爱用包包大盘点 就是这样啦 不知道你有没有被种藏哪个包包呢 记得留言告诉我哦 就两个姐妹送包包哦 拜拜 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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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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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